2018年,63岁的周润发突然宣布 会将自己多年迹赚下来的56亿港币 再过世后拿捐出去 消息也得到了数字陈威廉的承认 表示会百分百捐出去,用来做慈善 消息一出,周润发夫妇赢得了不少网友的点赞 不少网友都赞扬周润发的这种行为,说他有大爱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拿捐的事情就没有了下文 网络上又出现了不少质疑的声音 有不少网友纷纷调刊周润发 既然不想捐就别说大话 说了又不做,这是为了拨眼球,拨取好感吗? 面对质疑,一向低调的周润发并未回应 发嫂也选择了沉默 直到最近,周润发参加釜山电影节 时间五年之后,终于首次回应了 不是我要捐,是我老婆决定的 我现在每个月的零用钱,还是找老婆要的 我也不想捐,人来到这个世界一无所有 都是我辛苦赚的钱 走的时候,不带走什么也没关系 因为妻子陈慧廉,是周润发的经纪人 家里的财产,都在陈慧廉手中 周润发说到自己赚钱很辛苦 每个月只能拿零用钱时表情似乎有点委屈 但随后他又说,想想算了 反正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什么也没有 离开的时候,也什么都带不走 都是新外物,就留给有需要的赢吧 拿捐的事情,受到了很多网友的夸赞和敬重 大家都佩服周润发夫妻的大意 但其实这大意人生的背后,却有很多无奈和心酸 1991年,发嫂陈统合联和女儿,做了最后告别 当时,怀孕九个多月的陈慧廉察觉肚子不息 并赶往医院 后经医师诊断,宝宝因慈带前颈窒息而死 针对胎死腹中的情况 医院都会紧急进行印产手术 但陈慧廉不顾周润发劝了,坚持上产将宝宝生下来 因为他想见女儿最后一面 同失爱女后,陈慧廉也很难再怀孕了 一度陷入忧闻,他发了整整七年的时间 才勉强走出伤痛 又因为周润发常联盟于打拼事业 两人被人一事不断被各自 久而久之,外界变多了一个洗脑包 周润发为了妻子甘愿定客 值得一提的是,周润发和陈慧廉的结合 实在不算太浪漫 1984年,周润发初恋陈慧廉宣布婚礼 也是这一年,陈慧廉在朋友的介绍下 认识周润发 一开始,周润发没打算这魔法进入一段新恋情 偏偏陈慧廉的名字 和陈慧廉仅有一字之差 这一度让他感叹,是命运的安排 让他遇见第二个年会 当年周润发与陈慧廉的恋情 是受到了整个娱乐圈祝福的 以气风发的少年,遇上风之最悦的少年 这简直就是人间家话 但感情的是,谁也说不准 若不是有五年感情打了水漂 又何来之后,发歌与发嫂的抗例情深呢 当年的陈慧廉,可是一种成功男人的女神 他所昔现的角色 更是至今都没人能够愉悦的经典 并且陈慧廉本人 更是被称为TVB五美之一 那时候的陈慧廉 简直就是无数男性的梦中情人 追他的人,自然也是多到排队 当时其实是有一位富商 在追求陈慧廉 但是陈慧廉本人拿不定主意 这才找到周润发商量 结果发歌一听瞬间注急了 立刻抢在富二代之间告白 这才有了这样一段甜蜜的情事 周润发跟陈慧廉在一起之后 两人也是十分恩爱 甚至还一度被传出订婚的消息 用一句话总结二人的恋爱就是 不结婚很难收场 但在心情的爱 也很难承受现实的打击 最终周润发跟陈慧廉还是份手略 并且之后陈慧廉还架级了一位 有黑道背景的大佬 普通家庭出身的周润发 哪里能竞争过一位黑道大佬 跟陈慧廉份手之后 他甚至想过自杀 好在抢救成功 这段长达五年的感情 局实的周润发当年的一个心结 和陈慧廉份手之后 周润发也的确方同过一段时间 他上一段恋情刚结束不久 就与同行演员余安安闪婚 但是这段婚姻更像是周润发的报复性结婚 婚后并未见得他有多么宠爱余安安 反而是多次吵架都将余安安赶出家门 所以这段婚姻最终也就维持了一年不到的时间 据如安安所述 离婚原因是周润发有很强的控制欲 不允许他打扮 穿身衣服 又如婚姻的暴君 离婚后如安安又来患忧屈症 看过心理医生 周润发的明星一落千丈 情长浪子的形象挥之不去 1984年 离婚后的周润发去新加坡拍戏 好有为他引战了陈慧廉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 陈慧廉与陈慧廉 竟然明知只有一字之差 而陈慧廉 也成为了法哥人生中的第二个连者 也是最后的一个连者 对法哥来说 第一个吸引他的是陈慧廉者的名字 因为他实在太像陈慧廉了 最重要的是 陈慧廉的家世极为显客 和穷小子周润发不同 陈慧廉是正儿八经名门出身 父亲是新加坡富商陈首林 他自姓 优雅 大方 因为是豪门出身 他见多色广 眼光独达 独立有自信 一旦攀上陈家者火大树 周润发就能再演艺圈里 如如得水 法哥追求发宿陈慧廉的路 可不是一帆风顺的 刚开始周润发 是经常打电话给陈慧廉 而是寄一张明信片表达爱意 并且这样的举动周润发 坚持了一年多 每天不是倾诉伤私之苦 就是诉说爱意 但是陈慧廉 并没有立刻答应周润发的追求 毕竟得不到的财会永远骚动 轻易得到可能就不会再被当作一块宝贝 真正的爱情 也是能够经受得了时间的考验 而陈慧廉态度的转变 也都是因为看到了周润发对家人的态度 男人在追求生而女子的时候 大多都会尽力在生上人面前 维持自己最好的形象 陈慧廉自然也懂得这一点 所以面对周润发的追求 他并没有选择落刻答应 而是选择逆久建人生 成为恋人后 陈慧廉不断用家族资产 为周润发提供后援 在丈夫的成功路上 付出了极大的心血 在结婚前 周润发还特地带着陈慧廉去了一趟片场 专门去看他拍床戏 因为他想告诉陈慧廉自己这份职业的特殊性 陈慧廉自然是欣赏周润发的坦诚 也对他的工作表示充分地理解 后来1987年 法哥与法嫂正式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一直以票房读药注称的法哥 有了法嫂这个言内座之后 事业也迎来了新的飞跃 一部英雄本色 让周润发成功逆责 成为金像奖最佳男演员 之后的周润发 更是一样成为了国际巨星 大奖拿到首远 出席各大国际电影节 也像是框自家的丸子一样 但是这所有辉煌遥眼的背后 都小不了法嫂陈慧廉的付出 结婚之后 他就化身成为了法哥的专属经纪人与助理 各方面工作生活的安排 都是陈慧廉在望前望后 可以说周润发成功的背后 必然小不了陈慧廉的助力 之前拍摄倒神异的时候 剧组的拍摄时常 远远超过了先前预算的时间 在香港的演艺圈 有一个规矩 就是如果电影的实际拍摄 时常超过了预估的时长 那经纪公司 是要赔赴演员超时费的 而周润发拍摄倒神异 是应得的超时费高达800万 又因为这部电影的出品方 是永成电影 也就是向华强 向华盛兄弟 外于两人黑白两刀的势力 周润发迟迟不敢开口要钱 所以800万的超时费 就像是一张空投支票 陈慧廉得知此事后 带着合约杀到向家 是要讨回这800万 向华盛自然不会轻易吐口水 陈慧廉也不是吃素的 以粉田英地据理力争 甚至撩下狠话 不陪付就上法庭 多年后向华盛回亦此事表示 这是他人生第一次 被追着土耀超时生酬 再后来很多港星去了好莱坞发展 周润发也想再拼搏一把 但外于他不会英语一直犹豫不决 陈慧廉知道后 果断支持丈夫去好莱坞 不会英文可以学 错过机会 就永远回不来了 只可惜发觉 在好莱坞的并不怎样 值得一提的是 陈慧廉不仅是周润发的言内作 在投资者方面 他也极具眼光 早在上世纪90年代 陈慧廉就已经开始买楼 炒地皮 毫不夸张的说 周润发的56亿身家 有多半是陈慧廉的功劳 也因此 当首颗财政大权的陈慧廉 决定拿捐时 周润发只有复和的份 只不过 陈慧廉太过强势的性格 有时也会迎来周润发的反击 尽管周润发死后 拿捐56亿的新闻 早已转至韩国 但对法国而言 这只是他的口嗨而言 2005年 周润发夫妇 共同出席某新店开幕仪式 当被问是否做慈善时 周润发极为不爽道 我从来不做慈善 我是一个没有良心的人 周润发的抗抹说假话 虽然他在不下十档采访中 说过裸捐 但出道至今 他从未公开捐过款 也许是面子上挂不住 接下来的采访 周润发开始无差别攻击 当被问到 发嫂对亲密气的汗发时 周润发再次发作 一句我拍戏 关他什么事 让发嫂脸面掃地 这还不算完 当记者调转头 询问发嫂幸福的秘诀时 后者官方回答 发觉要他做什么就做什么 结果这个回答 直接踩到周润发雷区 他直接回垂 我让你去死你去死吗 很多人认为 周润发只是一时心情不好乱说话 但在我看来 这都更像是他的心里话 七年后 陈卫廉陪同周润发出席 澳门风云发表会 期间有记者问周润发 天假片酬相关话题 黄征金黄打岔道 发觉片酬非常合理 也许是黄征的回答 引发周润发共鸣 他也有所指道 我一直都是很合理的 不合理的事发嫂 如今的发哥英雄慈悟 连铺多档电影后 早已攻不起票房 身上就只有 裸娟这一个热点 只要有新电影 就必然要拿出炒一炒 不知这次 是不是也这个情况 至于裸娟的事情 或许发哥说得对 确实是妻子的意愿 可乃又有什么关系呢 人生得一知己 相逾以末一生 就已经足够 至于是否真的捐款 这宗教是个人的选择问题 不必要道德绑架 对吧